其实你去年有去那个乌克兰吗 对对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觉得说 你一定要去那边亲眼看 因为这个两个因素吧 一个就是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大事件 就非常大的事件 它有影响非常大 第二个就是 没有来自于大陆的媒体 去到的角色报道 没有一家都没有 甚至其实台湾的 也好像也几乎没有 非常非常少 我觉得呢 因为中文信息里 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污染的 因为尤其是大陆 大家都是用 俄罗斯通信社的那个消息 说就是这个 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逼到份 逼到这个忍无可忍了 无需再忍了 就需要搞他 是不是 甚至包括像布查 那个屠杀都是假的 我就觉得 你没有去现场 你只听俄罗斯的通信社的报道 这对一个14亿国家的国民来说 这是耻辱 我觉得其实 我原先我在国内 我是肯定去不了 领导说 那不跟那个让你去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在国外了 自由了 对 我唯一缺的就是 没有人没有钱 但这个是可以克服的 对不对 我只有一个人 你的那个Visa怎么处理 他让中国护照 对 后来我们就向那个 乌克兰的国防部申请 去当时做采访 这个省了一个多月吧 哇 你就用有点像个人身份 有点像 我们在东京 他要求我们提供什么 他要求说 我们在东京就成立了一家新闻社 他说你这个新闻社有网站吗 我说我一天之内给你做出来 我们一天之内做了一个网站 出来给他们看 然后他说你那有记者让吗 我说我一天之内给你做出来 我们又做了个记者让 给他们发过去了 最后就 他叫什么 我们就给他提供 最后我们就拿到了记者让 他们没有因为说你们是拿中国 没有我们是在东京的一家媒体 不会看你的护照 看护照 看护照 但是就是我们在日本 你是东京的媒体 东京的媒体 对 你需要找日本人帮忙 你成立这些通讯社吗 还是你自己就可以弄 自己就可以 没有限制 这是个自由社会 然后后来因为我没有导演 所以像我就在日本 签了一家纪录片公司 他们给我派了三个人 然后国内有一个志愿者出来说 他说王菊 我不要一份钱 我自己出钱 我跟你一起去 这个人就先飞到乌克兰 帮我们打钱站 然后在日本还有一个朋友 愿意跟我一起去 我们五个人就去了乌克兰 你这样子大概花多少钱 花了十几万美金 十几万对 三百万 你们这样需要做战地训练吗 没有什么训练 我们又不去冲锋打仗 可是再怎么说是战地 你们去的地方也是相对危险 到那个地方 他有一个就是无国界的记者组织 他给全世界的记者 到那种采访 提供一点帮助 就是比如说你要这个钢盔啊 防弹衣啊 他们会提供 你去签个字 他就给你提供了 你在乌克兰期间 你可以穿着这个 离开乌克兰之前 你还给他 酷 你有遇到什么很危险的状况吗 我们去那个巴赫木特 就现在打的最激烈的那个地方 就现在还在争夺的那个村庄里头 离前线大概三公里吧 你刚才说不危险 我觉得对象就危险 就是那个炮在旁边炸 就是我们能听见非常明显的 炮弹落地的那种那个声音 但是我没有见过 就炮弹在我们面前爆炸啊 他见过的我可能也就完蛋了 但是就是你去往前走 冲到里面的时候 那个过程就炮声隆隆 我们平时看电影的那个炮声隆隆 他真实的在你耳边响起 这个 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 做了很多采访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讲 他说你是第一家来自中国的媒体 有的人说 你是第一家来自亚洲的媒体 很多 都是跟我讲 我觉得我很骄傲 因为其实我不是代表我一个人 我还代表我们整个说中文的人 甚至代表我们黄面孔的亚洲人 对吧 因为我去那个牧师 他就讲 他说你是第一个 那个我 我看到 我好把锅 他说 对吧 因为他想要让你知道说 中国那边收到消息 都是假的 对 就是明明这些屠杀 就这么 就发生在面前 结果中国的网络社会里 中国的媒体上 还讲都是假的 对不对 就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也很好讲 就是因为没有记者去 那我去了 我当时问他的一个细节 我说中国人 就很多人认为这是假的 那个牧师说 他就指在前面那个房子 他说就是那栋房子里 当时俄罗斯人在他 在他的面前把他的妻子孩子刷死了 他的腿也被打断了 我说你能带我去去看一下吗 他说我不去 他说我怕看见他的眼睛 你知道吗 他说我看见他的眼睛我受不了 就是你捕捉到这些细节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些谎言 是多么经不起考验 是吧 那这就是因为没有人去 其实去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对吧 我现在没有限制 因为你去 不过因为真的就是你去了 可以讲出这句话 对 这一点就是 我觉得我们就是respect 我们如果要去 我们一定会很害怕 想说我们又没有收过训 我不知道那里的状况 其实现代战争跟传统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二战时期 都是大规模的那种 无差别的那种轰炸 是吧 现代战争已经有区别了 它攻击民用目标 攻击普通人 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在很大的 而且现在因为 就是现在这种视频技术 媒体技术的发达 你炸死哪个地方的人 马上就报到了 所以俄罗斯 他虽然很残忍啊 其实他你要跟 当年日本人在 搞的那个屠杀比起来 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所以普通人 其实在那个地方的 威胁有没有 有 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大 记者在乌克兰期间 死了有八到十个人 这一年下来 对对对 但是 以前的战地记者 对对对 那还是安全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吧 尤其是作为一个记者的 说你一辈子 你有机会能够去战地采访 去看战争中间人的生和死 去看人用武器互相残杀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 就是这个职业啊 你这一辈子最高的荣誉 荣誉了 你在央视待这么久 你经过这么多审查 跟各种打压 然后你为什么可以维持这个 这么强大的记者使命感 对啊 你这个信念 对啊 这个信念 我跟你讲 人的信念往往是在被打压的过程中间 才会产生 在一个非常平和的社会里头 人不太容易产生极其强大的使命感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对不对 为什么曼德拉可以坐二十多年的牢 是因为他在被迫害 如果他是在正常社会 他天天晚上可以逛酒吧 泡妞 你让他去坐二十多年牢 他坐不了啊 是不是 同意 是吧 因为那个强大的迫害过程中间 他产生了使命感 他可以忽略其他的东西 所以人越是在一个 怎么说 不太正常的社会里头 你在环境里啊 你才容易产生使命感 我要像你们一样 天天可以 哎呀 夜夜生肖 威士忌啊 什么 我也可能就不去了 我们也是有一点使命感 一点点 可能没有到战地 最多就到波兰 要再进去可能就难度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 那你怎么看大纪元他们的报道 大纪元他们的报道 我觉得怎么说呢 他们还是用情绪代替事实的这个层面比较多吧 因为共产党迫害过他们 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啊 他们其实找不到一个平和的方式去处理 他把共产党当作一个仇人 但是共产党又是中国的执政者 对不对 那你得承认共产党 他其实在统治中国的时候 这些年他也有进步啊 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没办法承认 他的仇人 还把经济搞得不错 是不是 所以最后他就陷入到一个非常荒诞的逻辑啊 就是天天用一种比较假的啊 虚假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然而骗自己也骗他自己的受众嘛 这个说共产党有九千万人退党啊 什么一亿人退党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很不好 因为我对海外中文媒体的总体印象不太好 就是很多人都把愿望当做了事实 对吧 就是他们很讨厌共产党 他们也希望共产党赶紧垮台 但是呢 共产党又不垮怎么办呢 那么他要自己骗自己 麻醉自己 所以就比如天天传一些特别恶劣的虚假的消息 比如说三峡大坝要垮了呀 习近平要被暗杀了呀 马上要下台了呀 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我们一直都有看到 对吧 很多人热衷于传播这样的消息 是不是 其实他们不知道 就是共产党统治挺稳固的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你得承认 你如果你要把你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倒台上 你肯定会活得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说呢 郁闷 对 因为我就不这么想 他统治统治好了 我知道他垮不了 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当做目标 但是我 我的目标是什么 就你统治可以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道理 我还是要指出来你做的哪个不对 你哪的是错的 我要让老百姓知道你做的不对 我把目标定成这样 我就不把这个说啊 要把共产党搞下去 我没有这个目标 所以我不会像他们这些人活得那么 怎么说啊 那么郁闷 至少目标有层级了 如果你放一个 基本上不可能达成的话 这整天可能 我认为那个目标 其实价值也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上台之后 有可能比共产党还坏 就是我们追求的是 在中国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 还是说把共产党搞下去 如果你要是追求的是 在中国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 其实共产党现在也有改造的可能性 对不对 听起来也蛮乐观的 因为我认为啊 中国社会将来的变革 一定是来源于 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 才有可能 因为它这个高度控制的社会啊 因为它没有什么 其他的社会组织 你指望民间社会去反对共产党 最后形成社会变革 没有可能性 我认为它最后将来发生变化 也一定是类似于像俄罗斯 当时叶林青这样的人物出现之后 才会出现社会变化 所以你说它有没有 机会发生变化 它一定是内部嘛 可是我们以为这次习近平第三次上台 就等于把他好像反对派都弄下去的感觉 别急嘛 我就说 这是台湾人的角度嘛 我们很急 我们每天看他们威胁又看赌烂 对 战机最近又来这边一边拍MV一边绕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我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 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变成一个正常社会 而共产党它如果改造了 变成社会民主党 变成日本共产党 那有什么不好呢 刚刚讲的话 或者台湾我跟你讲 国民党你现在跟40年代的国民党 也已经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当年他也是个窥子说 是一个威权统治 极权统治的 他们原来反共 现在变成亲共 当然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他现在 他已经变成了台湾社会制度中间 可以相容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他跟当年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 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不对 那台湾社会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就蛮好的 没有通过激进的革命 把他们国民党都抓起来 判刑啊 枪毙掉啊 然后最后 国民党慢慢慢慢的变 变成了一个 可以推动台湾社会 共同进步的力量 这不明白吗 ceu 母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